今年15岁的吕德钢琴家李奇瑞即将回台湾跟台北爱乐 共同演出舒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 李奇瑞2013年才到德国 不到一年就获得全德青年音乐大赛满分第一名 李奇瑞有一个作家父亲杨兆 虽然他的年纪很轻 但是李奇瑞的演出超龄成熟 而且他非常享受在舞台上的感觉 作家父亲培育出钢琴家女儿 甚至有中国大陆的媒体称她为台湾天才少女钢琴家 戴着稚气脸庞 双手熟练弹出舒曼的A小调钢琴协奏曲 她是李奇瑞 今年才15岁 中国媒体称她为天才女钢琴家 这次回到台湾跟台北爱乐一同演出 会开始去接触是因为我 爸妈妈很喜欢音乐 尤其是我爸她从年轻的时候 就很喜欢听古典音乐 然后我一直很喜欢上台的感觉 除了可是除了这个以外 我很喜欢自己在弹得出那些 假如自己弹得出很漂亮的声音 或者可以打动别人的声音的时候 我会觉得非常享受 李奇瑞从五岁就开始接触钢琴 父亲是台湾知名作家扬照 一路上支持他追寻自己的梦想 李奇瑞九年级时 听从钢琴家威乐傅的建议 决定离开台湾 转往德国和挪威求学 他对于我去德国的时候 他也都很自欺 他不会觉得因为这样太冒险 我应该要怎么 他这个人本身就是很喜欢冒险 因为困难就是要克服 然后就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 对他来说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我也有一点像 在德国不到一年 李奇瑞就拿下全德青年音乐大赛第一名 虽然仅仅只有十五岁 但拥有成熟独特的曲风 巡回各地演出 屡受国际音乐节以及比赛的肯定 杨兆说没有一次能预测到 他在台上到底会怎么演出 在那边学行的方式也是 我会把它当特技 说我要一天要苦练几个小时 为了要把它技巧跟囊囊一样好 然后看起来多炫多炫 他们会更在意的是 音乐有没有打动人 我觉得这才是音乐真正存在意 这是李奇瑞回到台湾 带来舒曼的作品 也是他最喜欢的音乐家之一 有时轻柔细腻 有时却狂野不羁 曲风非常多远 我觉得他舒曼的音乐就是 不断地在变化 变化多端 我就是我比较没有耐心 所以我喜欢那种 一直在变化的东西 一直变化的曲子 我就会特别喜欢 李奇瑞跟台北爱乐 会擦出什么样的果花 大家都很期待